這邊有很多的毛狗 非常的可愛 不怕高的人呢 可以就是爬上去拍照 這個拍出來真的超漂亮的 粉粉 有沒有很像在夜店 好像四周是被懸掛 裡面會有很奇妙的東西喔 我就是拿兩階的樓梯來當我的桌子 然後我自己坐在下一階 就自己自製一個餐桌 泡澡的時候可以就直接看到外面 對 就是還蠻害羞的 我已經感受到它應該會非常的嫩 他們會這樣子把梯子拆掉 哈囉大家好 我是Sonia 我現在人在台灣 我在九樹森林 相信很多人應該都有聽過這邊 它是台灣南投埔裡一個非常非常有名的民宿 然後呢 剛好他們的老闆的女兒 是我在義大利的好朋友兼室友 你們應該有藏在我的YouTube看到她 今天就特別來這邊找她玩 然後我想帶大家看一下這個美麗的地方 它真的就是在森林裡面 然後非常非常的幽靜 他們現在呢 還有一個很酷的 就是check-in的lobby 直接自己來就可以囉 那在這部影片呢 我也會帶大家介紹一下我住的房間 跟這邊一些很酷的設施 還有這邊的美食 對 那在頻道開始前 記得先訂閱我的頻道唷 它直接在門口 歡迎大家 呵呵 好 我每次來都會跟它玩得很開心 然後我都會一直摸它 可是它現在看起來有點想睡覺 你是不是想睡覺 呵呵 這裡是不能攜帶寵物的喔 但是可以跟民宿的寵物們玩 這邊有很多的毛狗 非常的可愛 我來帶大家看一下這邊 他們的check-in方式就是在這邊 你有每一個房型的鑰匙 他們會直接掛在這裡 然後你就跟民宿的人溝通說 你們的密碼是什麼 然後你就來這邊直接打開 像我的是這個 粉堡 我已經住了一晚了 但是我就給大家看一下 我鑰匙就是這樣拿的 輸入密碼之後把它打開 然後就可以拿到你的鑰匙 對 是用可口可樂的開瓶器做的 有沒有很酷 然後他們櫃檯還有擺這個 他們全新出的室內香氛系列 因為之前我這室友就把我帶來義大利 所以我之前就有試用過 我覺得真的很棒 鐵盒 然後這個壓克力盒 還有像鳥籠的這種盒子 超級可愛的 就超有創意 所以大家可以就是使用完之後 拿他們做Soma 拿完鑰匙之後呢 我們就會收到一個PDF 就會教你check-in 就怎麼沿著路線走 所以我現在要來就是沿著 客人會走的路線走給大家看 森林的風光就有一種啊 逃離都市喧囂 我現在到了第一個經過的民宿 叫玻璃竹屋跟教堂 這是非常非常熱門的房型 就是有一點那種 巴黎島度假勝地的那種感覺 這棟叫做玻璃竹屋 它是九樹森林他們的第一棟民宿 那它以前原本是全部都是竹子建造的 但是因為後來竹子就是會容易腐蝕 然後會容易壞掉 所以他們才慢慢慢慢修 然後就變成這種木頭跟玻璃混合型的房子 非常的寬敞跟漂亮 對 然後這個也是他們的始祖房型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拍 那我現在身後呢 這一間是非常非常前衛的叫做教堂房型 有沒有它這邊有一個那個尖尖的就很像教堂 那它主要是以視覺為主 就這個房型它會比較空間小一點點 就是非常的現代 但是它又是在森林裡面的一個很modern的一個設計 所以就是會讓人有留下深刻的印象 對 這個我還蠻想住住看的 下次有機會我來訂訂看 但它很熱門 它通常都是滿的 就不會有空房可以讓我訂 而且它這個是在泡澡的時候可以直接看到外面 對 就是還蠻害羞的 這一間真的是九樹森林裡面算是看起來最隱密的一間 但它裡面就是別有洞天 它叫做三角樹屋 對 它最有名的就是它的浴缸 是有點那種也是有點巴厘島度假風 然後你可以就是在裡面放鬆 演約跟視覺感強烈 巴豆在等我錄影 好可愛 它一直跟著我們走 超級可愛 繼續走 早餐旋轉身這樣的部分很讚 我可以再把它轉下來一次 好的 我現在要來帶大家看 我覺得在這邊外觀最前衛的 這是我住的霍爾粉堡 那這裡全部都叫霍爾民宿有沒有 它這個超級前衛 我這個已經住了一個晚上 我覺得超特別的 等一下會帶大家看我的房間 不怕高的人呢 可以就是爬上去拍照 這個拍出來真的超漂亮的 對 但是我有點怕高 我還是不要爬好了 你在全世界應該看不到哪些地方 會長這樣吧 這個超特別 那這邊全部都是老闆娘的想法喔 就它規劃了很多年 一直想要蓋這樣子的一個房型 然後它還把它就直接實踐了 它很特別的是他們特別找了做煙囪的師傅 然後它是因為煙囪 它沒有辦法直接改建成房子 所以煙囪的師傅就特別 製作了一個很薄很薄的這種 很像煙囪 但又很像塔的這種建築 這一切你們看到的這個仿舊都是新的 我這個鑰匙之後又要派上用場了 我要來帶大家看我的房間 超重的門 然後有沒有打開這個霍爾城堡的門呢 你知道昨天有一隻狗叫豹子開門之後 牠就一直在這裡 然後牠就不讓我關門 我就等了很久很久 牠都不走 然後我就只好帶牠到很遠的地方 然後再回來趕快把門關起來 這個房間呢 大家等一下一定會非常的驚訝 牠真的長得超特別的 這是粉堡 然後牠裡面一進來 就會先看到牠的浴室 跟這個非常非常前衛的旋轉樓梯 對 民宿老闆非常貼心 還幫我貼著止滑墊 因為很怕我摔倒 因為我不會走這種樓梯 牠叫做鍋爐浴缸有沒有 就很像那個神隱少女裡面的那個鍋爐爺用的那種鍋爐 就是你可以選泡澡 然後用這種按摩的 就是可以這個水柱非常的強 可以按摩 或者是你也可以直接站著淋浴 然後這裡呢 牠是直接做一個開放式的碼頭 所以就是如果跟你的旅伴來會有點害羞的話 這個真的沒什麼隱私喔 對 像我因為一個人注射無所謂 但是盡量是跟比較親密的人來 不然你在這邊送出的時候會有點小尷尬 但是它真的超酷的 我好喜歡這種很前衛的設計 然後這個就是水龍頭 一起個手 這是早餐 他們會把披薩這樣送過來 對這個 我吃早餐的時候會拍給大家看的 然後這邊他們還有附熱水壺 還有附杯子跟備用的一些東西 所以他們的備品是很齊全 然後還有附水 好 帶大家去二樓 好我要來帶大家看很酷的粉紅色房間 對現在因為是白天 所以它沒有到那麼的粉被叫的地方 這床呢 它是圓形的喔 然後因為你睡覺的時候旁邊是旋轉樓梯嘛 所以你會有一種好像是被悬掛著的錯覺 然後這裡就是有這種鐵鏈 你會覺得好像是四條鐵鏈把你悬掛 但其實它很安全 它是貼在地上的 所以這邊直接是地板 所以你不用擔心睡覺會不會太搖晃 或者是會摔下去 對它就是在視覺效果上面做了很大的功夫 努力的小心走這個樓梯 真的要很小心喔 因為他們有扶手 熟悉這個就是巴厘島的鳥巢 直接在台灣就可以去到巴厘島的鳥巢 這邊 我要來 小心的爬 最近千辛萬苦爬上來 因為我還是有點怕高 所以這個爬的時候 尤其是我裙子很長 我覺得很怕會踩到它 這個呢 他們是老闆跟老闆娘 他們2019年的時候 親自從巴厘島訂做 然後運送回來的喔 所以這個全部都是看到 就真的是從巴厘島來的 那種空靈的感覺 但他們跟我說這個很穩固 不用擔心 不會跌倒 好我先在這邊就是待一下 我現在要來做一些就是我真的很佩服網美會做的事 他們會這樣子把梯子拆掉 然後這樣子往前倒 它倒得好醜喔 然後好像就會在這禮拜照 我覺得我 我覺得我闖禍 是他們養的馬 有了一根鹿蟲 我現在下雨了 變得很涼快 好可愛喔 這隻是小鈴 九州森林的晚餐呢 我之前有聽說就是非常的讚 對 然後我今天終於可以來吃吃看 所以我現在要來開箱晚餐 對,這是一個蠻特別的行程 他們這晚餐超酷的耶 它是用這種保溫的 有點像便當袋的東西裝 對,我還不知道裡面有什麼 等一下來看看 然後呢 他們的晚餐的裡面呢 就是遵照義大利的 就是吃飯原則 就是要先吃 antipasto 再吃primo 再吃secondo 然後最後再吃dolce 所以 我來看看他們 怎麼把這些 融入成一盒 它是一個 很精緻的鐵盒 一個是比利時的水果酒 然後這個是澳洲的什麼 澳洲的 風味芒果氣泡飲 對 然後呢 它很特別喔 因為它的鑰匙是開瓶器 所以就可以直接 用開瓶器把它打開 耶 好 我選了水果酒 它是啤酒 好 然後他們的晚餐用餐時間是6點 他們會送到房間 所以一般吃晚餐是在房間裡面吃 那現在是因為我要開箱這個影片給大家看 所以我在老闆他們的家 然後用這個白牆可以錄 今天我的開會菜是玉米水 但他們其實是季節時速 所以就是依照他們現在有什麼樣的蔬菜來給 對 這個是蒜香 九層塔 義大利麵 這邊的義大利麵呢 都跟義大利本地的會有點不太一樣 會改良成台灣人比較喜歡的口味 然後這個是松阪豬 對 它分量給蠻多的耶 這個松阪豬它是做窯烤的 所以比較嫩比較脆 這個是松露牛排 好高級喔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吃高級的松露牛排 也可以來九叔森林吃晚餐 私房甜甜圈 他們之前有一個員工就是 本業就是在賣甜甜圈 然後他們吃了之後就覺得驚為天人 所以決定就是把這個甜甜圈 作為他們的晚餐的 副的甜點 對 我從來沒吃過耶 來吃吃看 好開心喔 吃播節目 吃播節目 這玉米筍不是那種 就是會有怪味道的玉米筍 它是新鮮的 就是 我之前在台灣很討厭吃玉米筍 因為都會有一個冷凍味 就像那種三色豆的冷凍味 但它這個是超新鮮 人家在吃新鮮筍子 我就掉了 在義大利生活的時候呢 每次去餐廳他們都一定要先吃前菜 再吃麵或飯 然後再吃肉 然後最後再吃甜點 一定要照那個順序 我比較喜歡一起吃所有的東西 就可以都吃到 但是他們就喜歡一道吃完再吃下一道 就一開始有點不習慣 但後來也漸漸的就被童話 我喜歡 我超喜歡九層塔的味道 它有那個白酒的香氣 我在義大利的時候 他們麵都不太會放蔬菜本人 他們都會把它全部調成醬 然後也比較不會有清炒的麵 就這是台灣比較特有的 他們的晚餐的菜單 其實不止我今天介紹的這些 他們還有很多 還有什麼干貝啊還有其他的菜 肉呢都是要當天市場有才有辦法買的 所以都是很新鮮的肉 不是那種放很久的或冷凍過的 對所以今天我很幸運 可以吃到新鮮的松阪豬 好嫩喔 我超喜歡吃松阪豬 嗯好嫩 這開箱九層森林的影片到最後變成吃播 因為晚餐實在太好吃了 這牛排 等一下它掉了 它這個差不多是五分熟 我已經感受到它應該會非常的嫩 然後它有這個松露醬 喜歡松露的人一定要來點 好嫩喔 很好吃欸 好喜歡喔 他們的肉呢 像松阪豬跟牛排 都是用柴燒的 然後他們的柴是熔岩木 所以窯的香味呢 就是會在窯烤的時候 會融入在這個肉質裡 油脂會融合一點木頭的香味 我剛剛吃了好多塊 然後它還有超多 等一下我再跟我的室友一起把它吃完 那我現在先來試吃甜點 對 我真的太期待這個甜甜圈 它的口感很扎實 就是它不是那種 過於Q的那種甜甜圈 它咬下去呢 就是會有一個海綿的感覺 對 就是比較介於麵包跟甜甜圈中間的口感 而且它不會很甜欸 它味道很剛好 然後它上面有加煉乳 嗯 我覺得好有誠意喔 他們每個東西都好好吃 口感的味道也搭得很好 我最喜歡牛排 我覺得牛排真的太香了 然後太嫩了 然後再來第二喜歡的是麵 我覺得這個麵呢 它裡面那個蒜香跟九層塔挑的 真的是風味超讚 然後有點辣辣的 很好吃 謝謝大家很有耐心的看我吃東西 大家都要跟我一起吃飯 巴豆你也要吃飯 我為你吃牛排了 小球跟罐罐 然後後面有透透 然後我們有巴豆 後面還有森森跟小玲 超可愛 正在帶馬運動的Chin 有沒有這房間晚上的時候真的會變得很粉 就是連這個鐵鍊都是粉的 有沒有很像在夜店 有沒有氛圍跟白天圓不太一樣 因為晚上就是 那個粉色的光就會整個這樣雲開 超酷的 我好像有什麼普普風藝術喔 結果整個人變成紅色的 我覺得如果兩個人來的話 兩天一夜啊還是ok的 那如果要住到三四天的話 可能還是要選稍微再大一點點的方形 會比較好 我好喜歡這個床 很舒服 好啦晚安各位 早安 我昨天在粉堡又睡了一晚 然後我剛剛早上呢 用他們的那個洗浴用品 對洗了頭 我覺得不錯 真的是有讓我頭髮變得很滑順 所以如果你們實用喜歡的話 也是可以跟他們購買唷 現在在這邊幫他們推廣一下 對比較天然的成分 然後可以就是互敷互髮 我覺得很不錯 我真的有一種很柔亮的感覺 很推 然後呢大家有看到這個嗎 它是一個圓筒狀的開口 對裡面會有很奇妙的東西喔 登登 打開後呢就會看到早餐 他們會從這邊打開 然後把早餐送進來 你就可以把它拿出來 哇 這個大家知道是什麼嗎 現在包起來應該看不出來 沒錯 它就是披薩 哇超香的 它是一半是就是有三杯雞 然後有一些青椒跟番茄 這應該是有一些香料 然後有菇類 他們還有給兩杯飲料 一個是茶 還有一個奶茶 九速的奶茶超好喝的 我就是拿兩階的樓梯來當我的桌子 然後我自己坐在下一階 就自己自製一個餐桌 不然真的是沒有地方可以吃 很有創意的用餐區 我覺得還蠻開心的 它真的是那種 就是滷得很到位的三杯雞 義大利絕對吃不到三杯雞披薩 在義大利的人的觀念中 他們一定要只能放他們認定的那幾種組合 所以在義大利你沒有辦法吃到一次 有很多種東西的披薩 因為他們就是特定的口味 只會放特定的東西 然後他們也不太會放雞肉 對所以在義大利也不太吃得到雞肉披薩 嗯 那九速森林吃也是一種享受 就你在山上然後可以享受他們 清新準備的餐點 場間裡面呢 就還有提供這種綠掛式的咖啡跟日月潭紅茶 所以如果想要喝熱飲的話 也可以自己泡喔 有熱水壺可以煮 我現在這樣吃披薩 就有一點義大利style 因為義大利人都會一個人吃完一整個披薩 可是我應該是吃不完啦 只是就是現在正在啃食一個披薩的狀態 很像在義大利 他們十點會送餐 所以趁熱吃 他這邊就是一個 五感都有顧及到的一個森林的秘境 對來到這邊就會有一種 唉我已經遠離都市喧囂 來到這邊然後放鬆心靈沉澱的感覺 非常的開心 好吧那這個影片就到這邊 很謝謝大家耐心的把它看完 如果有想要看什麼其他的主題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唷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幫我點個讚 幫我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囉 掰掰